詞曲 李宗盛 熱敏在1949年已經離開了家鄉佛山 又來到香港 當時他因為國內的政策 對香港有一個所謂封鎖的制度 所以他的生活環境比較困難些 所以有些他的朋友 希望他將自己學到的詠春功夫 在香港成立一間 一間小小的拳館自己教華榮鎮 在香港第一間移民的武館 就是在深水埗大南街 叫做環店工會那裏教的 一路來就曾經去過幾個地方 就像在深水埗、旺角、甚至遊華地 都在那裏教過拳 因為當時移民教詠春的時間 可以說香港人不知道詠春是什麽 可以說葉文是第一個把佛山詠春拳帶來香港 在香港開始有些在武術教裏 知道詠春是什麽功夫 後來就是在六十年代的初期 即是六五六年之間的初期的時間 有一班徒弟為了一個固定的地方 給移民教詠春 所以大家鼎勵去買這座物業 成立了詠春體育會 成立的時間 這個牌片都有寫著的 是六八年七月一日成立這個會 之前在六七年 六六年已經向政府申請了 詠春體育會是在香港政府 成形第一間的註冊 教詠春公司的社團 在這裏教詠春的當時 在這裏教詠春的當時 後來葉文為了他的門人 大家團結 大家聚意去推廣詠春的時間 就成立了一個詠春體育會 就請大家分析看 在這裏教導說 在這裏教導說 就在這裏教導說